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詹公長在這次再登預算的時候 馬中 馬中說 你明有的預算登不出 其實僑政部在考商是贊 那想到的就是說 居然征稅也沒有辦法 要去賣才行 那想到事情 台北市過去十年就賣了 61公頃的幅幣 61萬平方公尺的圖 61公頃大概有多大呢 大概有2.4座的大安森林工廊 那麼大 如果這些樣地如果做了一些好的用途 它可以提供非常多的 公共設施的使用 光這61公頃 大概就可以蓋超過 1萬戶以上的社會住宅 就已經比現在全國的 社會住宅家庭的總量還要多 如果有些可以變成是老人公寓 變成社徒團體的 一些設施 變成一些小的臨體公園 變成一些小的兒童遊戲場 它可以照顧多少錢 我們知道公共土地政策其實 公共土地是大家全的資產 不是誰的,是我們大家的原本 但原本的資產底下 當公共土地物地當時 公共利益會最主要物地 所以公共土地公共利益在這邊 如果公共土地公共利益沒有被打錢的話 它使用這個對 這個使用它是沒有辦法做政策目的 我們整個黨所有的土地全部賣掉 我們也只是採還了一年以上的債務 還沒有辦法去採還所謂的 最積極好潛產債務 其他的更龐大的一個債務 所以我想說 財政部說要賣地來彌補財政缺口 難道你不知道我們現在目前財政缺口 已經大到把土地全部賣完 都不夠嗎 台灣的一些的 炒作環地產的起家的人員 聯邦這些 其實他們都是以炒作環地產 撞大 Shrimp 台灣的駕戶是以炒作補料 跟炒作土地 但是他們腳的穿高 爬爬的傻,爬的暖爬的暖爬的暖 爬爬的暖爬 最少是不公平之處 所以應該從 購穗才是長年的合遂 啊不是說冒主產 代價就是代價部長 這次不舉高 代價部長 歷史見證 我們要讓國民黨跟代價部長找歷史的東西 標壽 標壽 老百姓得到什麼好處 讓房價更高 那房價更高以後 就幸福嗎 只有有錢人才會幸福 現在我們為了裁縫的目的 然後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解放 我會說解放是 法律上是得以標售沒有問題 但是你在剛剛張老師講的那個態度的問題 那個態度就是說 你要為了財政支援這個黑洞 然後大量去做一些不當的開發建設 然後支援這個財政的黑洞 然後做這樣子的一個不義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肚子的一個行為 我們的土地 除了在公共政策的部分 他沒有去規劃 我們整個社會福利 整個國家的住宅政策 已經立在那裡了 社會住宅 他根本沒有打法看在原理 已經快要馬上就要 就實施的一個社會住宅 你看前陣子這幾天而已 不是前陣子 一個癌症病人 要租房子 人家都不肯租耶 這是什麼社會啊 難道有那麼可怕嗎 所以政府 這些弱勢者 這些身心障礙者 將來的老人公寓 你們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規劃 你現在釋放出來的 沒有辦法飆涉的 你又要土地掌殺 這種環環入獲的政策 根本不是解決 設置的問題 包括新北市 包括台灣許多地方 這不斷不斷的在對賣這個風景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特別要 提出這樣的呼籲就是說 請你停止這樣的政策 這個政策大家談過 也不能解決財政的問題 然後而且他其實是把我們的 留給後代子孫的資產 全部把它賣掉 而且他背後還會再引發 新一波的房地飆漲 各種問題 所以我們這裡其實要再一次的呼籲 剛剛我用姜老師的話講 我們要求張部長 也不要變成代家部長 真的我們要求張部長也不要變成代家部長 那就來人家 我們下一個難免